而赶在年节前台北市卫生局也针对了年节食品 到了卖场餐厅等地来抽查 在180件药品当中有16件被发现不合格 其中就包含了知名饭店和卖场的食材 都检出了农药或是重金属不合格 其中还有餐厅使用的特选竹参 被验出了农药杀虫剂超标 而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因为无法提供出货来源 因此是遭到了台北市卫生局开罚3万块 年期将近不少人都开始采买年货 台北市卫生局也在11月陆续针对年节食品做抽查 从卖场到传统市场餐厅等 总计180件商品中有16件不合格 其实在外观上很难去判定 其中不合格的名册当中包含知名饭店 台北凯撒大饭店王朝餐厅 使用巴西蘑菇被剪出重金属格超标 不过业者表示11月接货卫生局通知后 已经下架销毁目前已无贩售 有开罚一位业者是合合员的部分 相关的一个上游单据的一个提具 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卫生单位是没办法追查到源头 这部分已经先采罚新台币3万元 另外有被开罚的供应商 以经营宫廷菜老北京传统菜为主的 县老满 他的供应商合合员国际有限公司 因为使用特级竹参 被剪出农药杀虫剂超标 上海乡村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也被查出竹参农药杀虫剂超标 至于知名的豆干店黄日相 也有两款商品被卫生局点名防腐剂超标 不过业者也有话要说 另外全联士林中正分店 也有两款白木尔被卫生局 点出违规减出生长调节剂 克美素 对此全人表示这两款商品12月 就已经下榨 台北市卫生局也建议民众可以参考 卫生局官网的合格名册购买 比较安心 继续送报道